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蝎子 穷追不舍 我方高富帅 我方螳螂打野 誓死要与你拼个你 死我活 让你敢追我们的ABC 这时候螳螂引身跳进草丛 爱戏失去视野 于是再左进草丛来一个围攻 拿到人头 就这样 两个残气的人收掉了对面 果然有时候还是不能太盲目呀 精彩镜头第八位 我还有队友呢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是说我的队友赶来了吧 我跟你一起输出 我跟你一起输出 来来来 魔灵也放大 这时候所有的技能全部都扔在奥拉夫的一个人身上 阿夫虽然开始打招 免受控制 跑出身天 还以为你还能跑得掉吗 别忘了咱们还有EZ哟 好戏没有到此结束 EZ放出打招 哇塞 好准呐 那边一开始就看到一男影子 拿上枪这手造型 直接突进暴女暴女以此不为止 一定是有队友在后面支撑着你呀 可持那十块炼金已经来到上路 哇塞 炼金你真的是太恶心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不能追荣跑 不能追荣跑 那我还是回来吧 我的队友已经来到上路 这手中的泰龙已经来到上路 收掉暴女 炼金还起步追杀残权的造型 相信巧妙走位 利用地形地势 左进草虫再利用一个银 逃出身天 就这样你追不到我啦 精彩镜头第六位 蓝队三人拿着自己的四板 拍掉了对面的真眼 但是殊不知对面还有埋伏呢 你们的行风已经被我发现了哟 开始放纷争 这时候蓝队五人一看见识不妙 赶紧别打小龙了呀 在这里准备抱团吧 看看谁会是触头鸟呢 这个时候大虫漂亮的先手 这时候所有人接上技能 赏金猎人开大 转眼之间敌方四人已经全部变为散血 开始收割的节奏吧 随后之后呢 就是飞天螳螂收掉了对面的人头 然后甲克斯继续收掉对面的人头 ADC也收掉了对面的人头呀 我们真是大转 有没有 不对不对 好像还low了一个什么呢 让我们继续来找找吧 咦 人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还有一个螳螂呀 你在下面 你在下面 我们去追你 扛狼企图换掉武器大师 但是武器大师很巧妙 我的行动可是很灵活的哟 蓝队四人正在殴打小龙 狮子上去扛龙 但是发现扛不出呀 于是太惨上去扛龙 这个时候亮点就在这里 那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 这个时候我方潘森和敌方潘森都放出了大招 虽然我方潘森抢到了小龙 但是敌方皇子直接一个亿 人群无法控制 直队潘森收掉炭坦和狮子之后呢 又收掉女警 拿到三杀 几个时候还想追拉克斯 但是拉克斯有闪现又逃出了气 安老孙来也直接上去消耗一波 这个时候赶紧走吧 得了便宜就别卖乖啦 狮子无所被骑继续追击 肯定是已经有人来了 这时候瑞文预判失误 上去之后你别忘了 我可是有隐身的后再消耗狮子一波 这时候狮子已经是残血 但是害怕被杀 于是只要交出闪现跑回塔内 但是我方队友已经赶来支援 就是这个时候开大 已经收掉了一个人头 瑞文企图想逃跑 但是美猴王一个亿 依然收掉了瑞文 镜头第三名 让我们看看AP法西伊达斯是如何拿到人头的吧 蓝队斯人在这里徘徊 他们应该知道这附近是有敌军的 那么这里呢 突然被目发现了 莫目直接开 自己跑 然后这时候EZ的大招开始视野 莫目一个Q 接上大招大住敌方三人 所有人军跟上数据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人 那就是我们的无几件生意 他直接开启Q 抽到人头 然后技能同时再Q 我再Q 好啦 如果这最后一个人头不是EZ拿到的 那么我先生是拿到几杀呢 这个时候蓝队是被人抓单 莫目是一个Q 没有Q中 一时闪现跟上大招 但是已经无法挽回线的局势 一人一死 百人又亡 子哥虽然遇途输出 但是他输出得到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一方塔特里娜跟上 直接跟上输出技能 眼看对面全是三血 我一个E 一个Q 一个大招 就可以不断的刷新哦 暴力可以解决一切 依然是这一盘哦 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 看起来貌似奔平朗镜 但是这个时候艾西接上大招 晕出贾克斯 贾克斯玉兔还想切敌方后拍 但是被武器秒杀 蓝队又一死一人 木木虽然开启大招 但是也无力回天 卡特里娜直接一位人群开启大招 然后通过技能不断刷新Q W E 你们看 我的厉害 你们懂吗 我刚拿到三杀 U 拿到了三杀 TRABLE Q 看镜头No.1 让我们看看善子妈是如何死里逃生的吗 善子妈知道自己有危险 这个时候天使已来 给了减速 这时候善子妈也给他给了减速 但是又给了虚弱牛头之间一个撞 善子妈以为自己会死掉 但是接上了自己的盾 一个闪现逃回塔内 哇塞 你们还敢追吗 我这里可是有塔的哦 好吧好吧 这个塔已经阻挡不了你们人类了 那我就继续跑 那我就继续跑 用Q给自己回点血 再用E给自己加盾 用W减速你们之后 我的队友已经赶到了 现在就是 我们收割的节奏咯 这个时候健身直接Q上去 然后我收割人头 又拿到了一个人头 善子妈就在一旁看着好戏吧 前面发生了什么 都与我无关 你们拿到几下都与我无关 谢谢大家的收看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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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